昆营继续收听《互联巅峰》第4193集 跑得掉,我跟你姓 灭世魔眼之下,虚空中残留了一道微弱至极的痕迹 这样的痕迹几乎不可察觉 如今却在灭世魔眼的观望下显露踪迹 这明显是那偷袭者离去时留下的痕迹 杨开正与动身追击 锁立之地骤然亮起了一道道灰暗不明的纹路 紧接着一道道破空声从四面八方袭来 瞬间将它淹没 那诸多攻击赫然是一座杀战爆发的威能 汇聚成锋刃的形状朝处于正中心地带的杨开切割而来 偷袭者似预料到了杨开会来此地查探 竟提前在这里布置了阵法 轰轰轰 巨响声一片 杨开灰头土脸地冲杀出来 虽然没有多大损伤 但那脸色却是铁青无比 偷袭者剑术乃是一决 虽通阵道 但在阵法之道上的造诣应该不是很高深 布置的这个阵法威能不是很强 杨开即便站在原体不动 这杀阵也不可能将他怎么样 但却成功阻扰了他的追击 而且被人家算计到这种程度 杨开也着实恼火 感觉智商被人家给碾压了一般 或有些挫败感 由此可见 这偷袭者无论是心智还是手段 结束一流 这还没完 杨开方从那沙阵中冲出 迎面便有三道金光破空袭来 那金光来势得极快 几乎无视了空间的阻隔 瞬息界便到眼前 一道去额头 一道去胸口 一道去小腹 三道金光连成直线 来得悄无声息 却是让杨开头皮发麻 生死危机关头 空间法则全力催动 直指天涯秘术施展开来 面前虚空被无限拉伸 空间在这一瞬间似乎凝固了 杨开清晰地看到 那三道朝自己袭来的金光 在直指天涯秘术的影响 有如龟爬一般朝前移动者 不过也仅仅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蕴藏在金光中的狂暴力量 便已破去了秘术 重新恢复火力 急急洞穿了杨开的身躯 下一刻 杨开的身躯溃散开来 消失不见 那赫然是在原地残留的虚影 本尊早已催动空间法则 顺移至了千里之外 此时此刻 千里之外的一块乾坤碎片上 杨开突现身 凶猛一拳朝那碎片空去 狂暴的力量爆发出来 那只不过方圆几十里的碎片 瞬间化作积粉 一道身影瞬时显露 这身影全身都包裹在黑袍之中 就连面目都遮掩在兜帽之下 完全看不清本来的面貌 甚至是男是女都无从分辨 此人个头看起来不高 手上持着一张古朴长弓 那长弓甚至比他整个人都要高一些 望着那忽然出现的身影 杨开面上一片凝笑 哼 抓到你了 这个出身神隐伏地的墨图 剑术尾尸太过恐怖 强如杨开也三番两次地在他手上吃亏 其他人族遇到了哪有魂首之力 恐怕被人因死都不知道杀自己的人是谁 如此强者若不拿下 绝对是人族这边的隐患 若此人在杨开追击之时便岂可远盾 杨开受那杀战的干扰 也未必能再找出他的踪迹 但这家伙实在太过胆大包天 留下杀战坑现杨开还嫌不够 本人更躲在这里想要驱杀 这就给了杨开追击之急 徒遭偷袭 这人显然也懵了一下 没想到杨开来的竟是如此之快 身形暴露的一瞬间 借助杨开全境的冲击 身形朝后 顿确的同时伸手拉线 证明响动中 一道道金光如雨点一般朝杨开扑洒过去 杨开的视野刹时间被一片金光所遮掩 寄出苍龙枪 将那一道道攻击档下 再抬头望去 眼前哪儿还有偷袭者的影子 只有在极远处的虚空中 有一道金光隐没不见 跑得好快 杨开暗暗咫舌 欲发恼火 咬牙冷哼 哼 跑得掉我跟你姓 身负空间法则 在如此局面下 若还叫人给跑了 那杨开这些年简直白修炼了 身形晃动 瞬间在原地消失不见 本以为能轻松追上那人 谁知即便有瞬移之术 竟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建功 此人也不知用了什么盾数 转移速度之快 几乎不在空间法则之下 杨开每每追击过去 都只能远远地看到一抹 在远处隐没的金光 偏偏他还没办法 瞬移太远距离去拦截 若真这么做了 极有可能会丢失人家的踪迹 没奈何 只能远远地坠在人家身后 等待机会 这一追一逃 便是整整一天一夜 两人不知 在这虚空中腾挪了多少万里 杨开原本还有些担心 他会逃亡墨族腹地 真要是让他跑到墨族腹地的话 杨开也不敢追得太过深入 免得碰到不可立敌的强者 谁知 这家伙并没有逃亡墨族腹地的念头 只是在这一片战区中 与杨开周旋不停 而且只要给他一丁点机会 便会发出雷霆一击偷袭杨开 那一次次攻击事大力尘 即便是杨开都不敢轻视 每每应付得狼狈无比 杨开气得肚子疼 暗暗打定主意 一旦抓到此人非得揍他一顿 出口恶气不可 一天一夜之后 杨开浑身上下多了十几道伤口 皆都是被那偷袭者偷袭所致 这些伤口虽然不致命 但那时对杨开而言 换作一般的气痞 遭遇这种伤势 只定没有余力再追击了 非得密地疗伤不可 杨开忽然明白 这偷袭者为何不逃往莫族腹地了 这家伙对自己的本事显然也有极大的信心 杨开想要亲他 他也想要干掉杨开 所以才会这么纠缠不清 就是要等杨开筋疲力尽之时 一锤定音 这是个极为自傲的家伙 杨开心中平断 这样的人难对付 之前的追击也验证了这一点 但如果针对他的性格做点手脚的话 也不是那么难对付 一念至此 杨开顿时有了想法 又追了一日功夫 杨开身上的伤口再增十几道 某一刻 他忽然驻足不前 愤恨地望着那偷袭者逃走的方向 脸上满是不甘的神色 仰天怒吼一声 吼声穿透虚空 夹杂着无尽的恼火 少卿他转身朝基地的方向持去 图经一块乾坤碎片之时 静直冲了下去 寻了一块不错的位置 布下尽致 取出开天丹和疗伤丹吞吾 他如今的模样可谓是狼狈不堪 浑身上下满是干涸后的鲜血 就连气息都有些微弱 明显已到了强弩之末 虽然只是两日的追击 但这期间杨开无数次催动空间法则 更被那家伙不断投袭 疲于应对 此刻的虚弱疲惫倒不是装出来的 有一大半是真的 也确实需要好好恢复一番 时间流逝 杨开的气息徐徐提升 没有任何异常的感觉 杨开甚至怀疑 那人是不是已经趁机跑了 若是如此的话 那自己这一番作为 可就白费功夫了 不过转念一想 应该不至于 那家伙极度自傲自信 这两日来与他纠缠着 虽然没有交流过半句 但杨开已经隐约 洞悉了他的性格 这样的人 面对唾柔可得的猎物 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而他自己 如今便是这猎物 果不其然 就在杨开怀疑 他是不是真的已经走了的时候 一道轨弱的能量波动 忽然从某个方向传来 打坐休养中的杨开 瞬间睁开了眼睛 强行扭动了一下身子 避开周身要害 下一刻消复出疑痛 不用看 杨开也知道自己的身体 又一次被冻穿了 纵有龙脉之身 也抵挡不住那家伙的袭杀之力 他却仿若未觉 身形骤然模糊 瞬间从原地 修饰不见 在现身时 人已到了千里之外的 一块乾坤碎片上 挤出苍龙枪 大自在枪处挥洒自如 枪影覆盖之地 似空无异乎 但一块石头模样的东西 忽然勾勾跃起 举起手中长弓 朝前方打来 轰轰轰的声响连绵不绝 瞬息解 两人已战得如火如荼 杨开小腹处血流如注 他却浑然不理 只是凝笑地望着 那被兜帽罩住面旁的偷袭者 这下肯定死不死 这偷袭者精通剑术 猎通阵道 而且无论是隐匿气息的功夫 还是盾法都是当时一令 但每个人有长处就有短处 不可能完美无瑕 杨开本以为贴身近战 必定是此人的短板 否则这家伙没必要一直盾头 谁知这边交手上了 杨开才知道人家贴身近战 也是极为了得的 没有什么太多花俏的秘书秘法 只凭着手中长弓和本能的反应 竟与他打得你来我晃 而那长弓也不知是何等身故 即便与苍龙枪硬汉 也不落下风 杨开暗暗吃惊 这家伙简直完美 不过纵然如此 杨开的大自在枪术 也是出枪无痕 妙道巅峰 激斗不过十几席功夫 那人一时不察 被苍龙枪一枪戳在肩膀上 瞬间血流如注 失痛之下 此人闷哼一声 由此见识到了自己与杨开之间的差距 他竟再不纠缠 虚晃一周 身形直往下方 跟乾坤碎片坠去 杨开紧追不舍 如影相随 那人身形穿过乾坤碎片之时 抬手打出了一道阵牌 杨开健壮 励之不妙 果不起人 在那阵牌打出之后 整个乾坤碎片 轰然爆开 狂暴的力量 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 冲击地扬开 身形亮抢 四周能量 进阶紊 云之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4194集